這個短片來拍一下新的降臨王 他是第二波的 他是岩漿傀儡的巨大型版本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隻的套路 然後聽說打HELL模式 打輸的話會直接扣掉那個鑰匙 然後現在可以開殺肉打這個 還算不錯 比較不會那麼浪費時間 可以來看一下排行 第一名 兵法跟半馬人喔 大部分是兵法跟半馬人 有沒有兵法配火法 沒有 所以都走浮空套路 這個帶錘的好像比較好 我打看看 欸 如果HARD模式的排行也一樣嗎 都一樣喔 先打一次normal的好了 走浮空的 我剛剛看他們是好像兵堆不滿 不是兵啦 那個浮空堆不滿 我來試試看喔 看一下我來打是不是浮空也沒辦法堆滿 我來看 normal模式我是一定會過 應該是沒有問題 喔 幹 不好堆耶 19秒喔 那我可以來打HARD模式看看 14隻鑰匙那應該很快 然後又乘以2 28隻鑰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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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這樣 normal模式可以說是白癡模式 但是這個就沒有 但是這個就沒有 不行 在爛屁圖上 不 sic 還有快便 擺啦 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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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唉唷快贏了耶 再haul一下 贏了耶 打得太痛苦了啦 他那個會飛上去喔 我想一下 應該難怪他們會搭半馬人喔 那如果照這樣看應該是半馬人加錘子 我來換半馬人加錘子好了 不是半馬人啦 這個半馬人加冰女 因為才捲得到 看一下半馬人 半馬人很脆弱 然後換錘子好了 8750 再打一次看看 如果還有風險的話 可能就要調 調補師出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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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果然要搭槌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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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56 他很輕鬆耶 他打得出了 全浮空套路 好 那你們如果戰力比較低的 可能就要去想他那個招式 放出來你要怎麼破解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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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HOOLC 他真的會斷招 好像無解 1分53 媽的耶 不捨 我來想一下 如果換擊倒套路不知道能不能堆得到 試試看 175 175之鑰匙看他不會被扣到 他不會被扣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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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办法这样玩 我来看一下 带火枪 带冰刀 带火法 看打起来怎么样 全放了 带火枪 五号 还是拍一拍 我應該要換個法師之類的 換補血的看看 我應該要換補血了 幹什麼招都不能上 垃圾 我應該要換了 我應該要換了 還要換了 四川 西川 海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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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好 诶 怎么有一只小怪 诶程 怎么会有後必溜海 幹真的很垃圾 打一次要打2分46秒 為甚麼 先拍到這裡好了再研究看看